今天继续介绍高分医疗剧《关于豪斯》第22集 豪斯和马克约在一家餐厅见面 当着史黛西的面 两人暗暗较尽好几个回合 马克还坚称自己没病 就是最近高考季 身为毕业班的老师压力过大 说完他就和豪斯干了一杯 结果喝完就晕了过去 豪斯承认他在酒里下的药 因为马克不敢见他 之前已经放过两次鸽子的 这次还是史黛西说豪斯不在 他才勉强去的餐厅 豪斯必须要把马克拉回医院检查 他连救护车都提前叫好的 由于马克有不明原因的腹痛和脾气暴躁 豪斯安排助手们给他做腹部超声检查 如果没事 就再追加针对盆骨的无造影剂断层扫描 不过检查结果显示 马克一切正常 马克知道后也闹着要出院 可史黛西坚持要等豪斯的结果 而豪斯居然给马克安排了一台手术 卡梅隆听到后觉得豪斯疯了 手术显示 马克除了有点膀胱膨胀 一切正常 而膀胱膨胀显然不会引起腹痛 不信邪的豪斯 直接要了手术录像回办公室检查 研究的大半夜还真发现了问题 于是可怜的助手们 刚睡到一半就被叫过来讨论病情了 看到马克有父性癫痫后 福曼奇思卡梅隆瞬间清醒 而这也意味着 马克的脑部出了很大的问题 随后 福曼在马克的脑电波里 发现了弥漫性异常 这说明 马克的神经轴再死亡 坏死的神经一旦达到一定数量 马克就会死掉 而脑炎和阿兹海默症 都会产生这种症状 由于阿兹海默会遗传 而马克的父母均死于车祸 死前没有痴呆症状 豪斯就安排卡梅隆先去检查脑炎 如果没有 就再检查阿兹海默 另外 他还让奇思福满 去戴希家检查药柜 重金属 以及毒素 卡梅隆做检测的时候 史戴希也来了 他好奇地问史戴希 豪斯腿部出问题的时候 史戴希是不是就在身边 结果一句话 就让史戴希看出卡梅隆喜欢豪斯 两人正说着 检测结果就出来了 不是阿兹海默 也不是脑炎 而奇思福满两人 也在史戴希家 看到了专门为他准备的小饼干 史戴希太熟悉豪斯的 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而奇思也发现 马克去山地车改练瑜伽 随后他又找到一瓶 安非他明 这种药 长期摄入会导致神经中毒 可豪斯 却看到瓶子上 写着一个17岁孩子的名字和生日 便推测 这应该是马克在学校没收的药 失去线索的豪斯 又给马克安排的PET扫描 检测记忆 马克开始 才答应得挺愉快 当他发现 豪斯问的都是他和史戴希的隐私后 就开始故意说 他们去巴黎都蜜月的事 刺激豪斯 结果很明显 马克的记忆一点问题都没有 晚上的时候 豪斯在天台上继续思考病情 却被史戴希冲上来骂了一对 面对史戴希的指责 豪斯承认他找不出马克的病因 史戴希听完就哭了 豪斯赶紧说 他还没放弃 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等马克的病情出现变化 没多久 马克就出现了脚趾刺痛的症状 紧接着又失去知觉 马克 瘫痪了 他的外周围神经系统受到侵害 豪斯怀疑 他得了格林巴利综合症 格夫曼却说马克的身体内并没有宁静 也没有抗体 豪斯说 马克可能是体内有病毒 所以才不产生抗体 尽管这样的几率很小 随后 他给马克安排的血浆直换和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注射的时候 豪斯就在门外看着 马克还以为他是过来抢史戴希的 因此和史戴希大吵一架 结果没一会儿就过敏 气到关闭的 卡梅隆赶紧给他注射肾上腺素 可豪斯却在门外淡定地让卡梅隆助手 监视仪器上的血氧含量正常 马克只是恐慌反应 不是过敏 注射完安定 他就睡着了 晚上的时候 豪斯拿到了马克的血浅报告 治疗没有一点效果 随后他跑去酒吧喝了酒 还跟沃尔森坦白的内心的想法 豪斯其实有点希望马克死掉 但他搞不明白 自己究竟是想和史戴希破镜重圆 还是想看史戴希 因为马克的死痛苦 第二天 豪斯又去找了史戴希 结果发现他们结婚时 根本没去过巴黎 回去后 豪斯就重新看到马克的PET扫描结果 他说巴黎的时候脑活跃度很小 而撒谎应该是很复杂的脑活跃度 马克得了妄想症 重新研究马克的症状后 豪斯怀疑 他得到急性间歇性捕灵病 而想要确诊这种病 就得在发病的时候采集尿药化验 可谁都没法预料发病的事件 这时 豪斯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急性间歇性捕灵病的幼病因素 由巴比托酸盐 酒精 高浓度蛋白 而豪斯准备给马克来个拳套 马克当然不同意了 谁都知道 病发之后会不会真的死掉 可史戴希 却同意了豪斯的方法 结果豪斯一听就急的 当年要不是史戴希私自做决定 他就不会成瘸腿 这次无论如何 他都要尊重马克的想法 结果史戴希毫不留情地戳穿了豪斯 平时的豪斯 一定会想出各种方法 让病人同意他的治疗方案的 豪斯无言以对 毕竟史戴希说的对 于是 他只能拿着包含全套的针管走进的病房 结果刚准备注射 就被三个助手拦住 病人不同意的治疗 可是犯法的 豪斯只好冲史戴希表示 他尽力的 三个助手听到后都放松了戒备 结果豪斯一转身 直接把针管插到的马克腿上 马克立马发病 豪斯直接从膀胱取得尿养 最后结果确定 就是急性间歇性捕灵病 注射完葡萄糖和血红素 马克的身体恢复的 看着病床上相拥而眠的夫妻俩 豪斯一脸难过 可卡梅隆更难过 豪斯有爱人的能力 只是不爱他而已 而女院长这边 已经决定顾史戴希 当医院的法律顾问 史戴希表示 豪斯同意的他才来 女院长赶紧跑去找豪斯 豪斯无奈地说的同意 而这也表示 他要完全放下史戴希 好了 这里是老姐观影 豪斯医生的第一季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们 期待第二季吗 那就留言评论转发一下吧 好了 那就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